我是没有声音的小林 刚才在这个情侣里面洗了澡 然后又休息了好长一段时间 刚才我就在后面休息了好长一段时间 现在咱们要去一个地方 就是这里的超市 因为我当晚在布哈拉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就是到一个地方 我要先去一下超市 然后采购一些东西 就是这几天会吃的一些牛奶 零食 听说这边的早餐很丰富 我就不需要另外准备了 那我就看着才买一点物资吧 然后咱们按照老惯例 还是买一百块钱的东西 大概就是折合单地币16万宿木 我给你们说清女这个门 我突然间发现它这个门好古老啊 是用圆木头做的 很厚重 然后特别大 如果你们选便宜的民宿 真的还不如住清女 真的好歹好歹 它真的是干净整洁 空间大 而且还可以认识很多朋友 你整个旅途就不会寂寞 而且你也不会害怕 因为那么多人在一间房间里面 就是也不会出什么安全问题 对不对 坏人都是找人少的地方下手 不会在人多的地方下手 我感觉它这边的道路比赛马尔汉要更好一点 你看它这里都是双向的一二三四五 五个车道 不容易啊 我刚才遇到一个会说英文的司机 跟他聊了一下 他说他有个中国朋友 在这边工作了二十年 超市里面卖一万一万六 我也忘记我那个番茄买多少 好像还挺便宜的 橙子 橙子还挺贵的 两万 还可以啊 两万就是六块钱一斤 它这个皮捏上去感觉那个皮很厚 你们知道我已经多久没有吃过那种炒的青菜了吗 我好像炒个青菜吃 这个是他们这边比较便宜的青菜了 是五千间隔一公斤 大概就是三块钱一公斤 一块五一斤 出国旅行会彻底改变饮食习惯 会突然间变得爱吃青菜 这个花菜看起来不是很新鲜的样子 而且那里面有一点点的黑点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四四就是两块多钱 还不错 再买两个橙子 OK 就是六块钱 它这个果子还可以 餐子在餐厅里面吃到还挺好喝的 就是这种 才六块钱 苹果跟桃子 然后还有生菜吗 没吃过没吃过来一个 我买了这么多还不到十块 它这个水好便宜 就是1.5升的不到两块钱 一块多钱 我准备买两瓶 今天晚上没关系大伙打车回去 这些肠子虽然好看 而且大个 但是都不好吃 因为都没有猪肉的香 它们都不是用猪肉做的 它也是软啪啪的 就是淀粉含量太高了 莫名好想吃这个 新郎面 然后加点白菜什么的 再加个煎蛋 人间美味 太贵了 2万12块钱 哇 贫穷让我断下了 看下这个 这个便宜点 他们真的好多这种鱼罐头 但是我不敢买 我好怕买到非鱼罐头 好想尝一下 其实也不贵 就3万 3万就18块钱一个 还有这个鱼籽 鱼籽也特别便宜 12块钱一罐 我怕鱼籽 我怕腥 这个才18块钱 这么一大罐鱼籽 看到没有 你们想看我吃 飞鱼罐头吗 如果想看的话 评论区抠1 下次我安排 上次买了 上次在上马尔哈 买了一罐油 没吃完 我就把它放在那儿了 因为带的太麻烦了 这边就要再买 它这边都没有小罐的油 都是大罐的油 在小超市才有小罐的油 比较难找 这个促销款的10块钱 这个好的 加了感染的是16块钱 我果断买这个呀 咱们土豪不是 买这个 买看有没有牛骨头什么的 咱们回去炖 看看这个价格不便宜 这不是丈夫牛排吗 你们看一下这个价格 75,000一公斤 就是45块钱一公斤 不敢想 不敢想 看一下啊 还有能更便宜的 你看这个牛仔骨 哇 买个牛仔骨回去炖 哇 买个牛仔骨回去炖 6万7 6万7就是40块钱一公斤 牛仔骨耶 各位 我们来一点炖一下吧 哦 OK OK 小小小猫 太胖了 太胖了 这个 只吃肉 只吃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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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多 把它拌到这一点 半穴 半穴 7 半穴 肥子 来,肥子 肥子 肥子 将近一公斤的牛仔骨花了30块钱 各位要回去炖牛仔骨汤了 开心 太棒了 要思索一下怎么炖它 红烧呢还是清炖呢 可能这个店员小哥他在学习日语 他问我是不是来自日本的 这边很容易就把中国人认为是 日本人韩国人 然后还以为我们几个国家的语言都是一样的 其实差别太大了 这两个国家卖的奶油都特别便宜 我特别喜欢吃他们的奶油 但是上面的字看不懂 所以就忙买 买一罐奶油12块钱 早上用来抹面包好好吃 牛奶买一罐7块8 买10个鸡蛋10块钱 他们国家这个超市里面是没有卖带酒精的东西的 所以也没有卖啤酒这些东西 卖酒的是在一个专门的商店里面才能买 需要有卖酒的许可证 这个看到酱油了 但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来自咱们中国的 制造酱 乌兹别克斯坦 塔什干事 我认 这能正宗吗 乌兹别克斯坦 塔什干事 买不到合格的酱油 我觉得我们清炖好了 清炖然后沾我的六婆辣椒酱 这是什么神奇的东西 看不懂 我对他们的调料有一点看不懂 算了算了算了还是清炖吧 民宿里面应该是有盐的 就是咱们就清炖 然后炖完之后加盐 就像我家里也经常这样做 买点小零食 没事干坐在那边剪视频的时候可以吃一点 期间的话3块多4块钱 这个是椰子味的 可以看出来的 这下面那个加了点坚果 随便买了一点零食 这个是坚果 这个是一种果干 哈密瓜果干 试试看 哈哈有白萝卜 白萝卜炖牛排 你们猜我今天会买多少 后备超一百呢 我觉得有点悬可能会超今天买的有点多 超值了 超值了 朋友们 这里面一共买了一百二 不过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便宜啊 这里面买了肉 蛋 奶 还有零食 还有水 饮料 餐厅里面就一两天去一次去吃一餐就够了 因为一直在餐厅里面吃的会好腻哦 炒个青菜啊 炖个那个牛肉汤啊什么的 哇塞 太美味了 今天晚上来到这家餐厅 然后跟几个小伙伴 我们是在萨玛尔汉认识的 我们一起来吃个晚餐 现在已经都几点 十点半了 我们来吃晚餐 这个牛肉 这个实在感 满满的一盘哦 连这个青椒都很少 连个青椒都没有 然后这个是面包 可能我们点错了 我们不需要这种面包 是那种大大的圆圆的丝的那种面包 然后这个是意大利面 我们今天是五个人吃啊 中国人在外面聚在一起 实在是开心 哎呦妈呀 吃晚饭他们又跳起来了 还有人拉小提琪 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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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是 满海 人吗 好开啊 好开呀 哪里都能跳舞 好,好,好,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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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